二十大水货第四位 尼克洛兹斯基第十威利 在2002年选球大会上 决静用第五升位选了一个国际球员 来自格鲁吉亚的斯基第十威利 实际上决静根本就不了解这个斯基的水平 在德安东尼徽下 斯基第十威利参选前的赛季 长距达到6.6分 最高15分 但在媒体的铺天盖地描述中 这就是下一个两米一三的诺维斯基亚 况且前一年加索尔的表现极为惊艳 处于对国际球员的盲目崇拜 以及对海外市场的过度贪婪 决静选了这位压根就不知道怎么用的外籍球员 斯基第十威利的新秀赛季 就表现得极其惨烈 几乎大漫整个赛季的他 每场打16.3分钟 只能拿下3.9分 2.2篮板 命中率是更加惊人的 29.3% 在他短暂的NBA生涯里 先后换了四支球队 结果在任何球队 命中率都盘化在三层上下 别说诺天王了 就是一个普通底线球员 都没有这么差劲的 被NBA扫地出门之后 斯基第十威利 也一直混迹在弱队和小联赛 那些连数据都查不到的联赛 他也做不到统治 在2015年 32岁的斯基第十威利 来到CBA视讯 却被福建队 再次引能力太差 无忧退货 到今年 37岁的斯基第十威利 还在打球 他混的是黎巴嫩联赛 也就这个水平了 斯基第十威利 被如此高升位选中 绝境还因此错过了 小斯和巴特勒 在虚假新闻的泡沫中 斯基第十威利 获得了难以想象的高期待 但说到底 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水货 没有任何借口可言